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限动电台 我是张栋梁 有没有想我 有吗 下月30号的一天 是很分裂的一天 那天上午在广州吧 有30度左右的气温 南方是真的是在过夏天 然后我带着情绪稳定的卡皮巴拉 卡皮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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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最近还真的喜欢卡皮巴拉 就是情绪稳定 然后挺疗愈的 但是其实那天真的很热 我穿了一套西装不是吗 然后其实背都是汗 然后再一次谢谢QQ音乐 班那个年度巅峰品质歌手 哎呀,品质这个东西嘛 努力吧 我觉得挺重要的 就是不管是品质的作品啊 有品质的歌手啊 有品质的演员啊 甚至是一个有品质的人是吧 我们大家都努力吧 然后谢谢大家喜欢我的音乐 今年啊 不是才刚开始吗 好像就过了半年了快 继续努力 希望有更多好听的歌可以让大家听到 然后今天晚上呢 其实挺开心的 因为唱了不赵之城 然后虽然是一首新歌 但是在那个管子唱 感觉好像几万人真的是很认真在听这个歌 因为其实有点担心想我这个歌会不会太慢了 在这么大的场 觉得好像台下人真的有尽心在听 挺开心的 哦,对对对 然后还碰到了兄弟们 寒暄了几句 很开心 然后本来觉得就是一直维持这种很peace的状态了 然后下台之后 打开手机 你们也知道我会偶尔用一种速度在冲浪是吧 无限超越版最新一期就上线了 好吧 精神状态的突变也是一个猝不及防 其实是一直我在想说 尝试这种非常极致不一样的角色 就是那很不温柔 很不温暖的角色 看上自己是可以演出的什么感觉 好啦,真的拿到了一个这样 比较类似斯文败类的 怎么办呢 那也没办法 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有趣的地方 就是很多时候 并不是我们去挑角色 那么可能是老师分配啊 或是缘分吧 那就拿到了这个角色啊 那就尽量去思考 然后带入这个角色 就完全真的把自己变成那个角色 其实是挺累的 因为我跟若寒在排演的时候 其实我也没有全放 因为我觉得要完全带入这样的角色 真的好累啊 但是在表演的那十分钟 其实我真的是毛细孔完全打开 就是没有任何杂念 就是真的想象我就是这么爱他 爱到吃点的一个状态 结果看到陈平就会这样 哎呀,真的还是挺吓人的 真的还是挺吓人的 反正就是一个角色嘛 那我觉得算是没有遗憾 那十分钟有变成那个人 然后发现网友们真的还挺有意思的 一些评论也太有梗了吧 比如说什么 好啊,以前的微笑pasta 变成剩下的微笑拍死他 微笑PTSD 变态赛道算是被我开启了 我觉得最扯的是还有人说 嗯,建议他查查看不像眼的 哎,有礼貌一点好不好 我是演员啊 好了,其实你们以后看到 我真的不用躲啊 别怕别怕 我们会幸福对吧 是吧 好了 那下一个角色呢 一样会很精彩哦 我妆法在那边笑啥笑 摔下一脚 好 那今天的限动电台呢 就分享到这里啦 那我们下周同样时间 可能会稍晚 可能会准时 看心情吧 今天分享一首甜甜的歌 因为真的不好意思 把大家吓坏了 只因为你 中心晨露出微笑的惊慌 我知道我不会再孤单 看你为我绽放的脸床 只因为你 我亲不自己 闭上眼睛 心里想了想 还是你 不让你离开我的手心 呵护着你 幻想着 紧抱在我怀里 只因为你 我亲不自己 谁愿为你 证明我不再爱自己 如果有一天 我们老去 寸破不离 回忆里 如今子都是你 只因为你 从清晨露出微笑的惊慌 我知道我不会再孤单 看你为我绽放的脸床 放在心上 有了你 我的世界 不一样 童话里 幸福终结了忧伤 你是我 最靠近的坚强 有地陪我 自在的翱翔 抬头仰望 天空变成一座 有了墙 世界更明亮 只因为你 我亲不自己 闭上眼睛 心里想了想 爱是你 不让你离开 我的手心 呵护着你 幻想着 紧抱在我怀里 只因为你 我亲不自己 谁愿为你 证明我不再爱自己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我们老去 全部不离 回忆里 如今 这日都是你 只因为你 我亲不自己 闭上眼睛 心里想了想 还是你 不让你 不让你离开 我的手心 呵护着你 幻想着 紧抱在我怀里 只因为你 我亲不自己 这样为你 证明我不再 爱自己 如果有一天 我们老去 寸破不离 回忆里 如今 知道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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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